今次會講Black Google Regulation 血糖調節的MC 看近五年的題目除了18年出了Long Quack 之外 其實每年都有出MC 所以基本上加起來就是一定效的意思 首先看一看20年的31條 有三個人 題目顯示了Black Google Level 血糖水平和胰島素水平 隨著時間的變化 接著就要我們分他們三個人是什麼狀態 究竟是無糖尿病 Type 1 Diabetes 1 型糖尿病 還是 Type 2 Diabetes 2 型糖尿病 這個程度的題目其實有81%的效生都答對 所以應該是比較基本的 也就是看回這個圖 如果一個沒有Diabetes的人 他的Black Google Level 升 之後他的Insulin也會跟著升 而無論有哪一種Diabetes都好 這個Black Google Level 都會比較高 高於正常人 而如果是Type 1 的話 他的病因就是Pancreas 不懂得Secret足夠的Insulin 所以他長期都會低過正常人 而Type 2 呢 他的Pancreas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他的其他的Cell 主要是Liver 就是肝臟細胞對Insulin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Pancreas經常看到一個很高的Black Google Level 然後又有分泌很多易倒數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答到這一題 然後我們看19年的35題 這一題就比較難一點 大家看到的文具都比較複雜 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 Type 2 Diabetes 即是異形同尿病 然後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習慣會圈著那些Because的 我們要判斷 因為之前的東西是否正確 以及因為之後的東西是否正確 然後前後兩個東西都正確 然後他們是否因果關係 中文放一樣的就是因為所以 由於他現在是Type 2 Diabetes 異形同尿病 那麼他壞了的呢 其實主要是Liver 即是他的肝的細胞 是對於胰島素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即是Tolerant 或者叫Insensitive 那麼他的Pancreas移狀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就分泌的Insulin 胰島素 或者是Gluogon 胰高血糖素 就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B和Doc B和Doc就不對 再看看C也是不對的 再看看C也是不對的 如果他是因為流汗 跟著的水少到 竟然可以是血糖 谷度血糖太高 其實他失水都應該很嚴重 那這個就應該沒那麼誇張的 那所以呢 那條MC的答案就是A 那這裏其實 最後你也是有個解說在這裏的 好了 上高這裏就是說做運動的時候 做運動的時候 那個血糖會有什麼變化 那接著呢 這個糖裂病人 那現在這次是Type 2 Diabetes 這裡 那他們就是對於 對於insulin 對於insulin 就沒有什麼反應 那如果是 那個問題是改了 Type 1 就答上面那句 Type 2就答下面那句 那所以他們平日呢 在血糖高的時候呢 就沒有把那些多出來的 Glycogen 就轉成Glycogen 存在它 那所以呢 他們的肌肉裡面呢 是沒有什麼Glycogen 的reserve 就是沒有什麼 糖原的儲備的 那當要做運動的時候呢 即是血糖低了 你要拿回一些 你要拿回一些 糖原Glycogen出來的時候 但是你平日沒有儲存到嘛 那你就拿不出了 那所以呢 那他們就不能夠 用這個方法去提高 那個Glycogen level 然後呢 就到2021年的 2627兩題了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Model 那這個模型呢 就之前是沒有出現過的 那但是都不難理解的 那就是Glycogen level 中間是血糖 有些什麼因素影響呢 那就 右上方那個呢 那就是 Digestion 和Absorption 即是消化的 那就是葡萄糖直接在腸裡進來 然後呢 左上角那個呢 可能大家就陌生少少 那一人間 可以再說 那跟著呢 那些Blycoco Blycoco 太多就 可能會變成Glycogen 另外可以變成Fact 另外也可以用了它 就是最向下的 那個Utilization 就是解Respiration 就是 用葡萄糖怎麼用呢 主要就是呼吸作用 那我們看看26題了 26題呢 就是哪一句是incorrect 哪一句是不對的 那A和C呢 就很明顯是對的 那而B呢 那個樣子呢 就好像對 那而Dog呢 就有點陌生 那不太知道是什麼 那就是 如果你這題不是很清晰的話 很容易就選了Dog 那但是呢 真正的答案呢 就是Boy 那先講講為什麼第二個不對 那呢 那這裡其實都 過往呢 一些題目呢 都經常有關於一些 insulin 一些錯誤的概念的 那呢 那 現在呢 就是用E1行 那就是insulin 就不是incise 不是梅 那當然啦 這一題 它都沒有說是incise 那但是呢 它這樣說呢 就是你看看這個題目呢 它就好像說到 是insulin 直接將cucose 變成glycogen 那這樣 那其實就不是的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Hormons 激素 就是一個signal 這個信號 是令到肋膜裡面 有一隻incise 就將cucose 變成glycogen 那所以呢 你看看那個東西 那是不對的 那然後第四 就是Dog的答案 大家不太熟悉 那其實它在講 它在講的 那個protein metapensum 其實就是選擇deamination 這裡 deamination 接著呢 就會產生carbriodris 那那些carbriodris 那些carbriodris都會入血的 那其中就可以用cucose的方式 成為blackcucose的一部分 就是血糖的一部分 那現在大家可以再看看 那四個choice 那D呢 你想清楚之後 deamination 脫胺作用 那的確是Lilva做的 所以D是對的 那而B那句呢 就講得不太清楚 那其實它都是 如果很嚴格來說 它是不對的 那答案就是buy了 那而27條呢 就 你看回那個model的箭咀 當原本那圖不是箭咀 原本那圖是有些水喉 那樣 但是理解方法都是一樣的 那你就會知道哪個答案的了 那很明顯有三句呢 是直接在圖上讀出來是對的 那只有一句是不對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處理到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最後一題呢 就是17年了 這種題目呢 其實就是比較著 Type 1和Type 2 Diabetes 1型和2型糖尿病了 那這類題目呢 早年其實都還出過幾條的 那都是有關於一些 這兩種不同的糖尿病的比較 那如果大家逐條MC去看呢 就可能會有點亂的 那我就幫大家整理了一個表 就在這裡 那你就每一次你按這一格 那你就看一下自己 記得記得多個比較 那記得越多越好 那你一按的時候就看不到的 那每一次就開一版 溫習的時候就當自己一個問題 那 那麽 不然 你想真的